磁感应就是磁场 磁感应就是磁场 磁场它有三个名称 一个叫Magnetic Field 一个叫Magnetic Flux Density 一个叫Magnetic Induction 就是磁感应 我们看它的闪度 我们还是画一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回路 回路上面就会有电流了 有Current Density 有Current Density 我们假定 这个地方的Current Density 就是切线方向 是J J Prompt 因为它是在 Current 在这个Source Region 我们现在有一个人 它站在这里 就是Observer 它看这个位置呢 是R Prompt 那么这个Current Density 会在这个位置 产生一个小小的磁场 比如说我们 这个是R 这是Field Point 那这个是R 我们知道 这一点的磁场 P点的磁场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B长 它是等于 4Pi分至Mu0 J Prompt CrossR Univector R R Square 好 要记整个的 Top Prompt 我们假定 这整个区域 叫做 一个体积 体积里面 可能有Current Density 对不对 好 那 我们现在是用 J Prompt D Top Prom 不是I DL 好 那我们现在要问 Divergent Divergent B 等于什么 那Divergent B呢 我们把Divergent 这个Operator Operate 在这个里头的话 那它是Operator 在这个上面 在这一项上面 所以它是等于 Divergent J Prom Cross R Over R Square R Square 变成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根据这个 向量 这两个是向量 这个呢 Dell也是个向量 不过它又有 微分的特性 所以它对这个 做Divergent的话 它的微分 就要先 把这个视为 常数 微分这个 再加上 这个视为常数 微分这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等式 写成这样子 我们就 先做 先只写这个好了 不要写那么一对 其他的我们 在 我们 只处理这个就好了 好 这个是等于 我们把这个 当常数 然后Dot 好 它 再 剪掉 結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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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 写成 这个样子 那我看看 Food J-Prom 这里应该要有一个 Divergent J-Prom Curl 好 这个是由向量横等式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看这个 这一项 因为 这个上面没有打Dell 没有打Prom 但是J上面有Prom 这个是对什么为分呢 对这个 Field Point 为分 这个是Source Point 所以 你把Source Point的R'当作 常数 这就是零 就是零 OK 好 那这个是零了 就说这个是零 那我们现在就 处理这一项 处理这一项 我们把这个 用这个 行列式 把它列出来好了 I J K 那 这个是 Parsure Parture X Parsure Parture Y Parsure Parsure Z 然后 这个呢 这是一个向量 这是一个向量 所以整个这个向量 它就是等于X分量 这个以前我在讲静电学的时候 跟各位介绍过 Y Y 减Y Parm R三次方 Z 减Z Parm Over 三次方 它是这个 我们把这个 你把这个全部 算出来 它是零 它是零 OK 你们自己去算一算看看 好 你看 这一项是零 这一项也是零 我们这两个就是 证明这个 所以我们就 知道 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的话 那就是Divergent B 是零 所以 我们就知道 这个 先写这个等于零 好了 Dot 等于零 所以 Divergent B 等于零 我把这个用 用颜色把它写出来 Divergent B 等于零 那就是B的散度 等于零 好 那 我们由这个 我们把这个式子 Divergent B 做一个体积分 做一个体积分 就是说这个 这个 无所谓 你有prime跟没prime都没关系 做一个体积分 那根据Divergent Theorem 它是等于B B.DA 这个体积的表面 体积的表面 那么 要等于零 因为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所以呢 从这里头 我们就 有 B.DA D.DA 要等于零 B.Ton 通过任何一个封闭面的flux Total flux 要等于零 那么 因此我们就把这个 这两个式子 我们称为磁场的高斯定律 的 这些 是零 是零 这些 那么 稱為磁場的高時定律 時常的高時定律 這是Divergent Divergent B 這是從封閉面裡頭 任意封閉面裡頭 鑽出來的 Total Magnetic Flux 那這就是表示 磁疾一定是正疾跟負疾同時存在 才會有這種現象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磁場的旋渡 我們看磁場的旋渡 或者磁感應的旋渡 旋渡 旋渡 我們把磁場 做一個curl 看看等於什麼 磁場是這個 我們做一個curl 把這個Divergent寫成curl 看看等於什麼東西 好 好 這裡 把这个 做一个curl 这当然对top prime 做积分了 那现在呢 我们先处理这个 这个里头的 我们令这个叫做第一式 第一式 我们处理 这一项 curl 好 这个 我们 可以把它写成 j prome 身上 剪掉 jprome bale 好 第二式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两个式子 所以说这个式子 右边有两项 我们一项一项来看 等式右边 二式右端 第一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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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头有这个 第一项中 好 我们看它的这个 它里头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以前我跟各位 讲过 这个del 没有打prome 它是等于 4pi delta function 三次方 等于 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当做第三式 好 第二项里面 什么地方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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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url j 为什么等于零啊 因为这个 只有rprome 它只跟rprome 有关系 这个呢 跟rprome 没有关系 它只跟r有关系 OK 你对r 做偏微分 那rprome 通通是常数 对不对 所以就是零了 好 对r一下 对r一下 负的 负的 jprome 我们现在把这个 prome 把它 就说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个 prome 都 这个 有prome 写着没有prome 不是 不是 这个还是 jprome 这个还是jprome 还是jprome 这个 这本来没有prome 这本来没有prome 那我们现在把它 改成有prome的话呢 就要变成 变一个负号 然后这个就变成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 r r 三次方 OK 好 这个是第四诗 第四诗 这个式子 它这个地方是个向量 我们就 一项一项 因为整个是一个向量 有三个分量 我们先看它的一个分量 先看一个分量 x分量 好 它的x分量 就是 这个还是这个 OK OK 好 那现在我们 把这个展开 展开 它可以等于 DOT 我们根据向量很等式 它可以等于 x x 减x prome r 三次方 jprome 然后减掉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是 curl diverging diverging over jprome 好 这个呢 等于零 因为我们 讲的是 稳定电流 当电流 稳定的时候 啊 当电流 稳定的时候 你任何画一个任意的一个体积 进去的电流密度一定等于出来的 就是flux要相等 这个 current density 因此它的total diverging 要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我们写一下原因好了 因为 稳定 电流 diverging diverging j 等于零 好 然后呢 这只是它的一个分量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分量 带入第四式 带入第四式 我们就得 Food J prome diverging of del r r r三次方 the x component 它是等于 只有这一项了 只有这一项了 等于这个 好 这是一个 一项 那我们就 把它 什么 二三次方怎样 这个 这一段 你说这个 这个以前也讲过 讲那个 单位向量 r的平方 r的平方 对 单位向量 这应该 二平方 r平方 我这个 把二 通通看成三次了 我这个眼睛 现在不行了 平方 对 这是平方 通通看 通通看错了 这个是三次方 这个是 等等我看看这一张 三次方 X Pro 这个后面应该都对 这个是三脂肪 这个是三脂肪 没错 OK 以下都是三脂肪 没错 好 现在我们 刚刚是讲到哪里 我已经电流 代入第四式变成这个 好 那现在 我们看看这个积分 这只是一个component 一个component 这一个component 它就等于 这是divergent 一个向量的体积分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个积分的 封闭面的面积分 j.daprom daprom ok 好 我们单单看这个component 如果将体积 若 这表面s上的电流密度 j.daprom j.daprom 就要 等一等 我看看 会是平方 哦 是平方 对对对 这个写的是平方 我这个都看这两个影子了 很抱歉 这个是两个 对 四平方 四平方 你要告诉我 要不然我这个 现在眼睛看东西都两个 两个影像 好 那么 当扩大到无穷远的时候啊 我们的实际上的东西啊 实际上的东西 它是有限的 那么这个物体外有空间啊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 对这个积分的空间呢 积分的空间是无限大 如果扩充到无限大 但是 我们真正东西就在这么一个有限的区域 所以在无限区域这个 Current Density j.daprom 就是变成零 这个变成零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 扩 因为这个变成零了嘛 所以呢 这个就是 等于零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项就变成零了 但是它变成零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先决条件 就是你这个 要扩充到无限远 如果你这个取的 积分的体积不是有 不是无限 而是有限的话 这个不等于零 好 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向量 整个的向量写出来 刚刚是只有一个分量了 整个的向量写出来 整个向量 整个向量把它写出来 看看我没有写出来 看看我有没有写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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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东西好吃力 那么这个是整个向量 刚刚那个只是x分量 那现在把这个 带到我们的equation1里面去 那就是原来这个积分是这样子的了 负的 负的 J' J' Dot 好 这是第五式 我们就得这个是等于零 这个是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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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现在把第三 其五式 带入一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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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得这个 好 我们原先就是要算这个 好 它后来变成这个 有点 JPROF 然後再剪掉一項這個 等於這個 OK 那我們說 因為這個我們已經證明它是0了 就是剩這一項 這一項的話 你看這個地方是一個delta function 所以它就是 4π μ0 J 乘上 4π 好 delta function把它 帶進去呢 我們就發現 這個是等於 4π 分之 μ0 乘上4π J 4πJ OK 應該是我們就寫JPROF 好 這個等於 μ0 JPROF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結果寫出來 這個結果寫出來 這個結果寫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那個JPROF 那個PROF可以不要寫了 所以我們就有 CURL B 它是等於 μ0 J J一定是在 source region 一定在source region 這個就稱為 安培定律的微分式 這個是安培 微分式 好 我們再把這個 我們再由 我們再由 B 場 的 封閉線積分 有 stock theorem 它可以變成 curl B dot dA 這個是按照某一個路径 這個是按照某一個路径 這個就是 把這個路径 被路径圍住的這個面積 那麼CURL B呢 又等於μ0J m0是常數可以拿出來 所以它就變成 J.DA J.DA 對整個面來積分的話 它就等於I I 這個I是什麼 就是被 從這個面裡頭穿過去的 我們可以寫個 enclosed enclosed 所以我們就 有這個式子 B 場 的封閉路径積分 它是等於μ0R i enclosed enclosed 就是被這個封閉路径所圍成的這個面 穿過這個面的電流 這個叫安培定律的積分式 所以我們今天 介紹了安培定律 蛤 啊 啊 啊